台北市一名韓小姐 這次到華人的七星湯七頭 竊五顆一頭回來 後來看媒體報道說 有這麼多代理優客竊的一頭 已經最新七星湯的環境改變 韓小姐現在是這麼不安 就要把一頭記憶華人的 看報告 更是卡片的就欠 希望她可以幫她把一頭 放回去七星湯 打開黑色的家庭 韓小姐全港 只要在華人七星湯 竊的五顆一頭 或卡片的家當華人的看報告 抬避那些人寫說自己很抱歉 因為這次樓官就把舊頭叫走 但是樓北發現 在對環境的造成影響 以內心講不安 他們處就把舊頭記憶華 希望可以放回去 受到地形和海映等級沖洗 七星湯舊頭大部分是影響孤蘭酒 其中有來到極愛風景酒 和頂規模規酒 真受歡迎 其實我想應該大家在撿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每塊都很美 你不可能把全部都帶回去 我覺得這是國家的東西 就是觀賞就好 就不需要帶回去的 蘇西雄經過幾六個月看到 最近已經比較少人來得救舊頭 但是受中國客會拿水湯來得地 他們在檢食的情況下的話 他們都是拿塑膠袋或者是水桶 拿這樣子去做檢食 那他們這樣子所檢食的數量 重量大致上都可以到四到五公斤左右 對 七星湯的岩減所表示 韓宵舊只有撿過來舊頭 其實也不算違法 但是和舊頭做法真的在輕盈 也希望民眾到國家公園 這裡是風景區 千萬五湯亂撿舊頭回去 如果比較嚴重的 會依照華聯館發展館公條類 出三千支一萬五千塊罰款 現在綜合報導